寻春秋 寻找历史的足迹 比如接下来河南考古专家在村民的帮助下 允许发掘出震惊全世界的神秘古遗址 专家在遗址中发现了一度引起世界专家的关注和热议 由于河南古代位于黄河流域文明的发源地 河南考古专家在国家支持下对当地存在的遗址和墓葬进行保护性发掘 在河南阴区附近 考古队的两个专家突然在一个坑里面发现两个树枝样的怪异文物 由于上面还裹满了泥土根本看不出是什么东西 专家此次主要是挖掘硅甲等珍贵文物 考古人员也没有把它放在心上 就将其放在一旁 但是过了几天树枝上面掉了一块泥土 而没有泥土包裹的树根里面竟然露出一个字符 考古人员立刻将其清理干净 发现原来这是两个鹿头骨 上面都是甲骨文刻的文字 世界上仅存了两件鹿头骨刻字就此重见天日 这一经人发现立即引起全世界考古专家的极大关注 他们纷纷前来对这两件鹿头骨刻字进行研究 这两件怪异文物表面非常光滑 没有丝毫用火烤锅的痕迹 专家经过详细资料探查 最终识别了上面的文字 文字上面特次记载的是 伤亡某一天在某个地方狩猎这样的事情 专家否定此物用于占卜 最后很多专家纷纷给出自己的推测 有人认为这是专门用于记录伤亡填猎活动 为了区别记载 所以使官没有再用龟甲牛肩甲这些骨头 而是换成鹿头骨记载 另外一些专家推测这是迷信的表现 因为这上面都是记载伤亡填猎的成绩 那么自然也会寄希望于骨头上 鹿身体雄剑跑起来速度飞快 而乌龟还有牛都是行动缓慢的动物 所以他自然是希望自己以后可以有和鹿一样及时的速度 第三个推测就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填猎成绩 由于专家争论不断 鹿头骨课词的惊人秘密至今没有定论 本期的寻春秋到此结束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关注评论收藏转发 我们会更加努力提供优质历史短视频